我现在我想要去做一件事情 要在吃饭前做完这件事 就是说当我们在做资料分析的时候 我们通常不会只看量这件事 我们会看率 请问一下台北市的结婚对数 绝对永远都会比花莲市 结婚对数来得多 为什么 因为台北市人口数很多 你在不公正的情况之下来去看这件事情 你看到的都是错的 可以了解 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就通常会用什么 人口数来去校正 也就是产生每10万人口里面 不对结婚应该是每千 我们大概看就是千跟十万 为什么一个是三个零 一个是六个零 我们来看每10万人口 这个地区发生登革热的比例 好了 那我们通常都会拿人口数来除 可以吗 所以这个公式大概会是怎么样 一样 我也快速的来去写一下 你们会不会写这个公式 就是每10万人口 那个这个地区的登革热发生率是多少 这个公式要怎么写 这个公式要怎么写 每10万人口登革热 每10万人口 然后在该地区登革热的发生率 请问怎么算这件事 所以分子是什么 登革热发生数 对不对 所以分子是登革热发生数 发生量 就这个地区登革热发生多少例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是20年的资料 来去看这件事 通常有时候我们会看各年 各年 好 那除以什么 该地区的人口数 对不对 所以人口数 然后可能这个瓜糊乘以10万 这个瓜糊乘以10万 可以吗 请问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 我觉得你国小应该就能力列出来了 对不对 对吧 对啦 你要相信自己才能够超越自己 真的国小时候这应该是一个一个就是说你会列的例子 好 那请问一下 在这个地方呢 登革热的发生数 我们是不是要就用一些那个函式来去算出来 对不对 因为真的我们不可能永远都活在那个就是处理资料 我们都是靠那个它既有的工具 我们还是需要去写一些资料 来去做数据分析 这个登革热发生数我们就必须要算出来 请问用什么函式 请问用什么函数来去算登革热发生数 你不能在以色尔里都还给我了 请问以色尔里面你怎么算登革热的发生次数 用什么函数 用什么函数 用什么函数可以计算次数 计算次数的函数 后来你回家问Google大神 这个应该是很容易的函数 叫做 真的都没有人知道 那个昨天写礼的那一个人 他不知道的话这根本就写不出来 你们真的不知道那个量怎么算 这边 这边 讲说我拿商务资料你们就会算了 总共客户有几个我昨天还交过 资料记录有几笔 在这边我们不用算 他自动会帮我们算 但是如果真的请你们算 我昨天真的有讲要不要调那个录音 来调录音画面 真的以后真的都变成是这样子了 我们来看VCR 用C-O-U-N-T 你们不要这样子吓我好不好 就是我们来算一算总共那个 这个地区的登革日发生几次 那请问一下 你怎么算 你要用哪一个来算 我们应该用哪一个来算计算次数 我们用哪一个来算计算次数 我们刚花那么多时间来算什么 居住县市而居住乡镇 我们不是算那个居住县市 居住乡镇出现几次 我们就知道了 对不对 比如说宜兰 台北市信义区 然后我是不是希望算出来 它总共有几次 这样就是那个登革日的发生次数 你们说对不对 谢谢 可以吗 那人口数 人口数是不是在内政部的那个资料 我们要关联回来就好了 然后两个数字相除 所以我看我一步一步做给你们看 我只介绍到这个地方 后面还有很多函数 等着各位来挑战 那个是进阶 可是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困难 好 我们现在就来算这件事情 首先 首先 为了你们都懂 所以我就先 先用这个资料表好了 资料表 我用资料表来呈现 那我当然就要放什么 居住县市二居住乡镇 就我一个一个算给你看 所以这边是不是居住县市二居住乡镇 我把字放大一点 方便我们一起来观看 所以把这个值 设大一点 格式底下的值设大一点 然后接下来这个字我也是黑色 他第一个第一个放的是宜兰县三星箱 我们是不是需要算出算出来宜兰县三星箱有多少的登格热发生素对不对 然后再来我想要知道宜兰县三星箱有多少的人口数 然后接下两个数字相除乘以10万我就达到我就可以算出来那个发生率了嘛 所以我一个一个算给你看哦 知道我们在大数据分析里面我们一定是先有一个蓝 先有一个蓝 我们就开始来去做一个数值的计算 所以请问登格热的发生次数 登格热的发生次数 请问宜兰县三星箱登格热发生次数 要用新增量值还是新增资料行 宜兰县三星箱登格热的发生次数 我应该用新增量值还是新增资料行 因为他只有一个值 他不可能会有两个值 你不用算说先算出来出现几次 然后再把它加起来 我们没有这样资料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新增量值 可以吗 这边 这边 有没有同学 可以告诉我们刚刚新加入的同学 为什么要用新增量值 真的我看到最多的错误就是 对不起 就只有这边 后面都不会算错 因为我们只要一个值就好了 所以我们用新增量值 那新增资料行就是 从多到尾全部都要算完 就是所谓新增量值是 我比较的依据是这个资料里面 这个资料里面 你看像刚刚 我是不是每一个地区 我是不是都要有一个居住县市 每一个资料记录都要有居住县市 每一个资料记录都要有居住县市 居住县市 所以这都是用新增资料行算出来的